要妥善理財,政府除了要檢視工程的推展優次 也要更有效地管控各個項目的造價成本 香港的建造成本在亞洲是最貴的 近日我出席了一個座談會指出可以從四大因素去分析香港建造費高昂的原因 包括建造器材和用料、人手供求和效率、發展和施工所需要的時間 建築設計和相關政府的政策、安全法規等 香港建築師學會近日進行了一個調查 有不少建築師反映他們有近四成工作的時間 花費在填表、寫報告和按程序申請各類審批的文件 我也多次指出在香港不論是建橋、建路還是建樓 所需的時間往往比內地以倍計 其實大部分時間花費在前期的規劃和法定程序 真正的施工時間未必會比內地更慢 不少成建商更加表示大量工程的時間 是用於等候政府部門的批准開工、測試、檢查工程的質量 以至員工、核准等等的項目 往往這些用的時間比實質工程建造更多 這些會大量大量增加工程造價的成本 相對於基建工程等非經常開支 政府更有必要嚴控經常開支的增長 預算案提出繼續推行公務員編制零增長 以及各部門每年削減1%經常開支的資源效率優化計劃 大原則我是支持的 但效率優化不只是看數字 更重要是看績效 要改變公務員各自為政、少做少錯、不做不錯 以及後知後覺的官僚文化 最近的垃圾收費爭議就是一個例子 政府準備了這麼久 請了這麼多人 花了這麼多錢 到現在還可以說一窩足 令我和很多支持環保人士感到失望